伯母 哈嘍大家好 我是古今阿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貝歐賴基 進去貝歐賴基 要做的一些事情喔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貝歐賴基要怎麼進去 就是從我們的副本 副本裡面 這邊多了一個世界副本喔 從這邊進去 點這個圖片 你就可以進去啦 進去要10萬塊喔 10萬塊金幣 好 我們飛進去啦 那飛進去的話 大家如果有已經了解的話 應該都知道這幾個圓球 這幾個顏色球就是進去打怪的地方喔 然後目前我們這個地方是村莊 那村莊這邊有幾個NPC 大家就要了解 就要去認識一下他們喔 先來看一下喔 首先是這個 他下面這邊有一個 雜貨商人這邊就是我們補水的地方喔 我們打怪打一打沒水的 要來這邊補水 然後往左邊走順時升 這邊有收購商人這個就是 賣東西給他的 然後另外比較特殊的就是 這邊有一個金銅商人 金銅鑰匙商人 這邊可以用這個貝歐拉的一個碧友 他這邊有貝歐拉的碧友 現在是零 這個幣可以買這些道具 這個鑰匙盒就是買一些 屬性碎片的 屬性碎片 可以做成一個屬性石頭 可以丟多商品 這個蠻重要的喔 這個要來解 還有一些 密集的碎片 還有強化石 那這個魔力強化石 那這個魔力強化石就是來強化這個 朱性石頭的喔 那朱性石頭做出來之後 可以用這個 魔力強化石來強化 我打這邊有這個嗎 教室盒還有這個任務卷 這個就是 獎勵至碎片的一個任務啊 然後還有恩寵的任務 另外還有65等 這邊就可以再 多買一個任務卷軸 也是 業實的任務 那接下來就是 這邊的紅裝喔 用這個貝歐拉的幣來買的 那這個紅裝的特點就是 防禦比較高而已喔 至於 防禦比較高的紅裝喔 不過這一般的紅裝比 應該是差不多的啊 沒什麼特色 然後他們也沒什麼效果 那這邊比較建議大家買的話就是 這個鞋子啊 鞋子 如果大家沒有 沒有鞋子可以用的話 可以來買這個 密宗鞋 密宗加一的能力 好 那這邊我們基本上 這個 袋子啊 這個槍子啊 每天都會重製喔 然後還有任務卷 任務卷要買 好這邊這個也要買 這邊的卷軸 還有恩寵的卷軸都要買 那基本上這邊就要3700個硬幣喔 3700的貝歐拉硬幣 所以每天 最少一定要拿到3700個硬幣喔 好這個是用硬幣來買的一個硬幣商人 接下來是 這邊有一個 貝歐拉成育騎士 這個也是可以買東西的喔 那這邊就是用金幣來買喔 那這邊有這個 恩寵的 還有貝歐拉標章的 我剛剛那個硬幣就是貝歐拉標章啊 還有這個碎片的一個神韻士書喔 那基本上 這個也就是每天要必買的 每天必買的神韻士書 有這些 那你每天來買的話要挖200萬喔 所以我們 啊這個是每周限定的啦 所以一周 是240萬喔 建議大家 你來這邊的時候 你就來買一下喔 不要忘記喔 一周買一次了 然後 這邊有一個combo 有一個組合技 就是你第一次來的時候 你要先來 跟大家買這個 貝歐拉的標章喔 為什麼買貝歐拉的標章的成育書呢 因為我們一開始 要 去買這個 金銅鑰匙的任務嘛 這種商人這邊有 東西需要買 大家這邊是每日的喔 所以每天都要來跟他買 那你沒有這個貝歐拉硬幣怎麼辦 就是來 解這個任務啊 買這個卷軸解這個任務 解完任務我們就有 硬幣就去買啦 這個任務 我們拿一個看看 那這邊就是打 看你要打哪一個 哪一個 屬性的一個房間啊 我屬性大家 應該比較不要去啦 因為那邊 基本上都是包場 所以去封區啊 暗區啊 或者是地區喔 那這邊有分打BOSS的啊 或者是 打小怪周期 材料的喔 那這個 貝歐拉的魔物都可以喔 部分屬性的 它這邊有基本的獎勵 就是保底的 然後還有 各種硬幣喔 這種數量的 但大家喜歡解哪一種 好 這目前 就是要來買這個 任務卷啊 這個任務卷一定要來買 大家記得 每天 每週 每週三五點會重置喔 這個是這個啊 貝歐拉成語騎士啊 然後另外一個是 金銅鑰匙商人 金銅鑰匙商人 要用貝歐拉的幣來買 大家記得去買喔 每天的 那 當然我們 這兩個NBC認識之後啊 你就可以進去裡面打寶 那這邊 他們也是有分屬性的喔 他這邊 只有分屬性 像風區的你就要帶風界 風區的要帶風界 然後 暗區的要帶暗界 地區的就是要帶地界 水區的要帶水界 然後火區的要帶火界 基本上什麼區域你就帶什麼樣的界子喔 這樣應該 大家應該不會搞錯吧 這樣就可以減少大量的傷害值喔 就會變得比較硬喔 好那基本上建議大家就是 風暗地 風是最爛的 然後再來是地 風 風是最爛的 然後再來是 暗的 然後再來是地的 再來是水 再來是 火 所以大家可以先打看看啊 如果水的打不了就繼續打地的 然後 如果你地的還是撐不住的話 你就去打暗的 基本上是這樣子 好那這邊也有一大堆新的裝備喔 大家可以去打 打看喔 然後去用一些收藏品喔 好那以上 就是我們這一次介紹啊 這一次要加碼一個 這一次還有一個 這個新東西大家沒有 那個官方沒有介紹啊 我就是這個 零五顆印 零五顆印有新的喔 恩宗的零五顆印 可以增加我們 杯子的 恩宗的補充量喔 還有增加這個 雙刺擊看啊 武器折斬 雙刺機率 還有折斬 斷穿的一個效果 這邊的話大家 可以去強化一下 基本上到五階之前喔 都是用 角刻的剪行體啊 五階之後好像也是用角刻的啊 不太清楚喔 不過大家需要小顆的剪行體 量是蠻大的喔 大家 大家要記得來強化一下喔 這樣 才會拿到一些能力喔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介紹 介紹就到這邊 我是古琴 我們介紹的時間 大家要記得訂閱喔 掰掰 看著還有一句 小牧子 再多休息 黑 gone 小牧子 小牧子 你 小牧子 好 我 小牧子 都